这顿晚饭在断断续续的谈话之中 磨了好久才结束 三个人各怀心事走出了肯德基 此时天色尚早 街上很热闹 朱朝阳对在外面玩耍毫无兴致 只想早点回家 可他们刚走了几步 普普突然紧张的停下脚步 绷住脸说 你们先回去 我过一会儿再回来 丁浩连忙说 你口袋有钱吗 有十多块 我待会儿坐公交车回来 你记得路吗 普普转向了朱朝阳 朝阳哥哥 公交车怎么坐回去 朱朝阳疑惑的看着他 你要干嘛去 丁浩打岔说 不用管他 让他一个人转一会儿去 朝阳 要不我们也在外边再待一会儿吧 诺 我们去对面的新华书店 看会儿书 等普普弄好了 来找我们 可是普普一个人干嘛去啊 他忧心忡忡 担心普普该不会一个人去做什么可怕的事吧 他没事的了 我们走吧 丁浩强拉过他 快说呀 好吧 告诉你啊 但是 你不要跟他说是我说的啊 废话 我保证不告诉他 丁浩放心的点点头 你知道他为什么叫普普吗 普普不是他的名字吗 丁浩歪嘴大笑 有谁的名字会叫普普啊 那是为什么呀 呃 丁浩显得不好意思的开口 因为他小时候啊 生过一场病 后来一直肠胃不好 他吃完东西过半个小时左右啊 就会开始放屁 普普的放屁 所以后来其他人就给他起了这个外号 普普 你瞧他昨天吃面条 吃很少对吧 因为吃多了 更要放屁 原来是这样啊 朱朝阳恍然大悟 难怪昨天晚上聊天 他离我们那么远 靠着阳台一个人坐着 后来好几次我闻到屁臭 我一直以为是你呢 丁浩哈哈笑道 嘿 没办法 他是我结拜妹妹 我这个做大哥的 只能替他顶着 承认是我放的 哎 对了 你可千万别告他啊 他是女生 脸皮不像我这么厚 你也知道你脸皮厚啊 知道普普独自离开 并不关视频的事 朱朝阳也放心了 丁浩亲密的把手 圈住矮他一大截的朱朝阳 一开始啊 我知道他吃完饭就放屁 我都笑死了 后来看他很不开心 又觉得他挺可怜的 朱朝阳点了点头 是啊 这样肯定被其他同学说死了 他真的是蛮可怜的 可是你这个做大哥的 怎么还跟其他人一样 叫他普普啊 这是侮辱性的绰号啊 朱朝阳在学校被一些男生 叫成挨卵炮 他一直对绰号很反感 这个无所谓啊 他也习惯了 他告诉我的 哦 那好吧 我们去书店等他 这家新华书店是区里最大的一家 是个书城 上下三层 规模很大 里边打着空调 在这个季节 显得特别的惬意 进了书城之后 丁浩很快跑到 少儿读物区看了起来 朱朝阳对这些文学故事毫无兴趣 他最感兴趣的就是参考书 他一到连着五座书架的初中辅导书前 就彻底心旷深意 就像女人来到超市的感觉 书架前的大桌子上 平摊着各种模拟试卷 他真想把这些都买下来做一遍 把这些书的目录全部看上一圈 就过去了半个小时 他丝毫没感觉时间流淌 选了很久 最后拿到一本奥数竞赛的立体集 在旁边书架上 挑了一个空处 坐在地上就看了起来 又过了半个小时 普普的手里拿着一本作文书 在他身旁坐下 嘴里咕噜着 我回来了 浩子看一个鬼故事入迷了 现在还不肯走呢 朱朝阳也不想走 在这里看书比回家看电视有意思多了 更重要的是 他实在不想听他们说勒索杀人犯的事 能拖一阵子试一阵 便说道 我们再多看一会儿吧 书店九点钟关门 到时候公交车还有 我以前暑假一个人没事坐 常来这里 一待就是一天 这样的生活挺好的 普普投来羡慕的眼光 就这样 三个人都在书城看起书来 没多久 前面有个熟悉的声音 传进了朱朝阳的耳朵 静静 你们班主任说的那个书放在哪啊 要不去问营业员吧 爸爸 四大名著吗 西游记 水 水什么传 还有 水浒传 红楼梦 三国演艺 哎呀 你们班主任让你们小学二年级 就买什么四大名著 我都没看过吗 不是的 老师说 现在我们看不懂 但以后肯定要看的 我要看看四大名著 到底长什么样 哈哈 好 爸爸给你买 别说四大名著 四十大名著 都给你买 你这么爱学习啊 将来成绩 一定好得不得了 听到熟悉的声音 朱朝阳瞬间抬起了头 本能的对着前边的人脱口而出 爸爸 不过他随即闭上了嘴 身边的普普好奇的抬起头来 看着他 朱永平看到儿子 忙朝他挤了个眼 随即伸出一根手指放在嘴前 做了一个不要说话的动作 一刹那 朱朝阳咽了口唾沫 什么话也没说 朱永平拉了继续往前走的女儿 把他搬过身子 四大名著在楼上 静静 爸爸带你去楼上呢 好啊 对了 我还要买描摩字的字帖 明天书法课老师说要的 上回我忘记买了 好 等下一期买 两个人转身就走 朱永平牵着女儿 静止 朝楼梯走去 没有回头 直到走上楼梯 转弯处 他才侧着头 瞥了儿子一眼 发现儿子隔了老远 依旧在眷恋的凝视着他 他咳嗽一声 悄然的把头别过 拉着女儿 继续上楼 朱朝阳 仿佛现身在了另一个世界 无法动他 无法逃脱 那个是你爸爸 直到普普这句波澜不惊的问话 才把他拉回了现实世界 他没有回答 只是点了点头 又把头深深的踢了下去 他不知道此刻 普普看他会是哪种表情 是同情 是可怜 还是一如既往 漠不关心的身态 你的书咒了 普普说完这句话 又把头转过去 看起了他的作文书 朱朝阳一愣 这才发觉 整张书页 已经被他的右手 握成了一团 当天晚上回家 朱朝阳很少说话 普普也没有再提 和杀人犯做交易的计划 唯独浑然不知的丁浩 总是问着视频的事情该怎么办 两个人对他 皆是敷衍了失 第二天起来 丁浩又开始想着去哪里玩 说趁这几天再好好玩玩 过几天离开了朱朝阳家 也许就没多少机会了 这样的话题 总是让人伤感 朱朝阳怕普普和浩子 再提勒索杀人犯的事 想着出去玩 倒是能打发时间 说不定几天之后 他妈回家 两个人离开之后 自然就不会提了 至于以后视频该怎么处理 到时候再去想 他提议去少年宫 去少年宫和游乐场是建在一起 里边很大 而且游乐场里的设施很便宜 像过山车只要三块钱 不过以前他每次去都需要排很久的队 丁浩听说少年宫有游乐场 自然一百个高兴 普普很少有娱乐生活 不过又要花朱朝阳的钱 他感觉很过意不去 朱朝阳倒是觉得玩一天下来也就几十块钱 毕竟朋友异常 真能跟他说得上话的朋友 学校里半个都没有 似乎也就他们两个了 而且他们过几天就要走了 以后未必有这样的机会 再加上如果花几十块钱就能封住他们的嘴 打消他们的念头 让他们不好意思再跟他提勒索杀人犯的事 自然最好 去少年宫是一座六层楼高的大房子 建在八十年代末 过了二十多年 虽然经过几次外观修缮 依然显得有些陈旧 少年宫的外面是儿童游乐场 当初里边种了很多树 经过这么多年 都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了 尽管现在是七月 但是游乐场在树荫下一点都不热 里边有电火车 旋转木马 碰碰粥 小型过山车这些设施 这里是针对儿童开放的 多年没有涨价 价格实惠 唯一不好的地方在于 由于价格便宜 暑假期间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家长 带着孩子来玩 任何游乐设施前都排着等候的长队 少年宫的大房子里 一楼是免费的科普展览馆 二楼是乒乓馆 图书馆 三楼以上都租给了社会机构 办各种培训班 三个人下了公交车 走进了游乐场 看到满目都是人 顺时心血来潮 恨不得马上冲进去 丁浩正兴冲冲的往里边走 普普却突然站住 拉了一下朱朝阳 示意他看路口的方向 朱朝阳顺着他的指示望去 渐渐的他摇起了嘴唇 因为视线中出现了朱晶晶和他妈妈 晶晶的妈妈正拉着女儿 把书包递给他 嘴里嘱咐着什么 女儿似乎不耐烦 挥手让他走吧 随后他离开女儿 钻进了路边停靠的一辆红色越野车里 这时候 朱晶晶一个人背着书包 走向了少年宫的大房子 直到朱晶晶的身影消失在了人群之中 朱朝阳才抿了民嘴 招呼朴朴 走吧 我带你坐过山车 朴朴奇怪的看着他 你不想报仇了吗 朱朝阳低下头 叹息了一声 啊 报什么仇啊 我能怎么样啊 这时候 丁浩健两人没跟上来 又折了回来 叫道 怎么了 快走啊 里边还好多人排队呢 朴朴说 朝阳哥哥看到小婊子了 啊 看到就看到了呗 别不开心了 走 咱们去玩 不用想着了 朱朝阳点了点头 朴朴板着脸说 你不是说要替朝阳哥哥出气吗 怎么一说到玩 你就全忘记了 啊 这 我是说过呀 可是 要怎么做呀 丁浩挠了挠头 有些尴尬 浦浦冰冷的吐出三个字 揍死他 丁浩张了张嘴 在这里啊 不会吧 这里这么多人 打一个小孩 不好吧 刚刚他妈妈走了 现在就剩小婊子一个人 进了那栋房子 咱们跟过去 然后找机会 把他拉到角落里揍一顿 替朝阳哥哥出气 朱朝阳顿时感到一阵血脉喷张 可是考虑了几秒钟之后 他还是摇了摇头放弃了 揍他 他肯定要告诉我爸的 那样 那样就不得了了 朴朴自信的浮现出一抹笑容 你不用出面 你只需要在远处看着 浩子去揍他一顿 他不认识浩子 当然不可能向你爸爸告状 为什么是我呀 浩子指着自己张圆了嘴 我这么一个大男人 去揍一个几岁的小女孩 这样不好吧 不是小女孩 是小婊子 朴朴纠正他 好好好 就算是小婊子 我一个大个子揍他 很不光彩啊 你不是说会替朝阳出气吗 是啊 可是 朴朴打断他 我明白了 反正是你们男生的那种面子 你揍他 除了我们两个 又没其他人知道 你要不去 我也可以去 但是你要在旁边帮我 如果他还手 你帮我打他 朴朴瘦小的手握成了一个拳 这样啊 朝阳 你觉得呢 丁浩 投来询问的目光 我觉得 朱朝阳纠结的思考起来 他两岁的时候 父母就离了婚 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女人勾引走他爸爸 他原本有一个幸福富裕的家庭 现在呢 他在学校一直自卑 因为小孩子闹矛盾的时候 总爱拿对方父母的事情说事 每当此时 他只能忍气吞声 如果他有一个健康的家庭 陆老师不会认为他没家教 所以学坏 他妈妈 这十多年忍受了多少委屈 前些年企业倒闭失业 后来政府照顾本地失业居民 好不容易找到了警区管门票的工作 却大部分时候都不能在家 只能他一个人照顾自己 他跟妈妈上街买菜 妈妈为了几毛钱都要讨价还价 那女人一定不会为了几毛钱磨碎皮子的 原本妈妈应该开越野车 她应该坐在车里 可是现在她妈妈只有自行车 她也没有机会坐进汽车里 一切都是那个女人害的 她颠覆了本该属于她的一切 现在她该享受的生活 又都被她女儿代替了 当她脑海中冒出昨天晚上 她爸牵着朱晶晶上楼的那一幕时 她紧紧的握住拳头 下定了决心 我们跟过去找找 等一下你们先进去 不要让小婊子看到 我跟你们是一伙的 朱朝阳又偷偷地拉了一下普普 认真地对她说 谢谢 普普的脸上没有多少表情 只是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 我和你是一样的 随后 普普和丁浩在前 先进了少年宫 朱朝阳独自若无其事地 悄悄地跟在后边